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如果这句话 或者如果是爱情的话 我觉得是100次的感动不如一次心动 对啊 是 我觉得戏谈说得很对 对我好吗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各位都是有故事的人 那我们干脆来分享一下吧 被人追或者是追人的故事 有吗 敬严 我一般都是自然而然在一起 自然而然成一对那种 然后我发现我对这个感情 跟我事业特别相关 怎么呢 自己也好了 感情就好 自己也不好 感情就没了 为啥呢 可能啊 这个人生一言难尽嘛 上高中 那我高中毕业嘛 然后就是有高中同学挺多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匿名 就是QQ发那个匿名消息 然后呢 我就收到一个匿名消息 是一个女生发给我的 说就喜欢我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 因为我QQ的好友就那么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相当于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而且其实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 我已经有预感 觉得她对我是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直接私聊她 我说 我知道你给我发一名消息了 然后谢谢你怎么样 但是我们考到了不一样的城市啊 什么的 然后她问我就几号组 然后当天去车站的时候 还是她送的我 然后也跟我说了很多话 还给我留了一封信 好 好可爱哦